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艺术家左风亦 最近一段时间更多的关注于装置艺术的设计与制作 在做装置艺术之前 发生一个灵感是来自于修车 我们在修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种废旧零件 偶然的一个机会打听到一个拆卸包废车的这种地方 当到达那一刻之后 首先这个心情是激动的 因为找到很多种很多种我们想要的件 这种的机器经过磨水以后 再利用的基本上没有 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垃圾变回为宝 赋予它新的生命 让它再重新复活 既保护了环境 又能够带来一种美的享受 我们喝了多 汽车的这种时代 废旧零件对环保影响太大了 所以我们只能消化微不足道的可能是一部分 但是我们想通过这个我们的装置艺术品来呼吁大家来保护地球 保护人类 看一下咱们这个近期做的几件作品 这个墙口不是太长 这个东西它就是随形的 东西越简端越好 我们这新一代的艺术家 这帮孩子们长出来以后 他需要你新的灵魂的博物 需要你更加抽象的东西 我们这个就主要是用一些废旧零点 经过一些巧妙的搭配 变成一个新的生命开始 每一个都是孤品 这是一个恐龙固执的一个造型 在当时恐龙生活那个年代 地球遭到了一些环境的问题 什么问题导致恐龙灭绝 地球与我们像拇指关系一样 也提醒我们现代人保护好地球 主要是还是对这种的 汽车零部件的那种结构 比较感兴趣 西方的一些写实主义的东西 跟中国抽象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能不能变成一个新的艺术品 随着我们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到了改革开放40年 我们中国的人们的生活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而我们的审美也开始有了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的年轻人准备的一些提升 开始对更加抽象的东西 开始有追求 会有更多的人会喜欢这个 这个码呢 也是选用了很多的汽车的零部件 这是人的那个摩托车的低震器 包括废旧钢管 这腿里边都有废旧钢管 全是过去一些电子垃圾 汽车的垃圾 属于那新的灵魂 这是雄鹰啊 刚刚降落的一个姿态 是网友那汽车那个雨刮器 知道吧 这东西没有任何可战胜的那些东西 因为你只有你的环境好了 你才能把稀有的动物招引过来 石头点猪 美不美啊 你看这个圆形的东西 第一它这个像一个相框一样 它有一个它这种石头 跟那个铁的一个就要切合 这种平静嘛 有风人人来这种平静嘛 好多人拍 没关闹着一些小年轻的筹牌 这小孩穿着就拍那大马 这个地方还好 其实看到那一幕 我觉得还是心里边比较舒服的 更多的装置放在城市雕塑 坐在公园雕塑里面 能给人一种美的笑容 对一个艺术家而言的话 是一个永远没有满足感 他永远在创造 永远不停地在发挥 他的艺术的潜质 这人艺术家的最大的责任 他每带给人类的同时 一定要有一种 积极向上的心理 把人引导到一个方向